海瓜好多 里面的味道 滑的水多水 滑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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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这个花肉很脆 我让牛人喜欢吃这个花肉 我们这边一边就沉一下 绘织一下 鹽鸡的话没有起床 中午煮马头鱼 小儿子再加这个煮这个鱼 这个马头鱼鱼鱼不用去的 一下锅火大一点 让它煎到定鸡直接方面也不会干锅 这个马头鱼直接煎到两面金黄 不要加水也好吃 很香的 加点香菜 让它喷一点开水 因为我们家小儿子吃 不想要直接刚煎 有点上火 加一点水这样更好吃 不论人喜欢吧 有一些喜欢吃香的就不要加水 出锅了 水一加进去就直接让它吸收一下水分就可以 鱼真的很香的 这个是要来炒菜花 小儿子在水旺村 新鸡间的菜全是小儿子爱吃的 这个菜花比较好吃 这个菜花比较好吃 感觉比西兰花还好吃 这些菜花是要去的 这些菜花比较好吃 这个这个菜花比较好吃 这些菜花比较好吃 都做不到 这个菜花比较好吃 吃起来 煮这个花螺我都不会 太快又怕不熟 太慢了又怕煮过头了 也不好吃 因为这个比较大 很肥 这个肉 这个我们家三个小孩都喜欢 弟弟他也敢吃 这个来弄给小孩子最爱 手条 这个去邻居家玩回来了 这个要放两点一下才脆 煎一点鸡排给小孩 可以了 这个鸣鱼缸 这个鲜鱼被煮的鲜鱼 冬瓜煮的汪汤 可以了 留一点给妹妹 妹妹今天去咕咕家吃饭了 都不用回来 我们家今天吃大汤 好 来了 他到我走开自己过来了 早起来吃饭 你看一下弟弟 太可爱了 好 给这个鸟了 给这个鸟了 发现鱼 很新鲜的 看一下 活活现杀的 它肚子鱼是钓出来正常的 这个不是不新鲜才钓的 它本身就这样的 这种鱼就会 然后上面这个小薄皮 最近就是这种剥皮 活活的 特别难剥皮的 全都是圆圆的 这个生 很肥 吃那个虾皮的剥皮会很好吃 到了 这个黑芝麻花生的 全是胶原芋 煎姜薯酥酥 就这样做了 好 好 好